好的 那仕途當然不只這樣 因為這些內建的 這些內建的都叫做預置仕途 就是預先他放給你的仕途 那你也可以點他之後 這裡有個叫仕途管理員 或者是點這邊 點這裡有個仕途管理員 或者是再點視覺化的仕途管理員都可以 或者是直接打快速鍵V就好了 就可以叫出仕途管理員 那叫出仕途管理員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不是講這叫預置仕途 預置仕途就是你打開內建給你的 基本上你也不能刪掉 反正是CAD內建給你這幾個仕途 那你如果要在這裡存取是可以 你可以直接點他上仕途 收回目前的套用確定 這裡就是上仕途 但是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切啦 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就是跟你講你可以這樣做 好那再來 當然最重要其實不是這個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新建仕途 你要去新建仕途 但是新建仕途我各位講 這裡面雖然很多東西可以做 但是最簡單的方式是這樣子 你先轉到你要的角度 先轉到 例如說 我特愛看這雙美麗的雙眼 雙眸 我就想這樣看 那我想把這個角度存起來 OK的 先轉好 先轉好 然後叫出仕途管理員 直接按下新建就好 按下新建 給他一個名字 V501好了 好 那其他都不動 其他都不要動 按確定 其實這就存了個V501 好 那按確定 這樣就好 這樣就存起來 好 那將來你換到任何角度之後 你怎麼去叫回那個V501 你注意看這裡不就有了 原來在這邊 是不是只有上下左右前後而已 現在是多了V501 你點下去是不是就叫回來 或者是 來這裡一定也可以叫 制定 是不是有V501 這樣 是不是就可以取回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從這裡叫還有動畫 對吧 然後你如果從其他地方叫是切換 欸 那有動畫 看到鬼了 應該是不會有啊 對啊 他會直接換過去 他會直接換過去 他不會 不會有那個動畫 但是 你在這邊就會有動畫 欸 我什麼都換過去 應該是有動畫 對啊 好 那 所以 呃 適度管理員 這邊 齁 你就可以去 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那建立的方式 我建議各位的方式就是 先轉好 再 新建 這樣子是最快的 這樣子是最快的 因為你就不用設這些有的沒的了 對啊 那你如果真的要設 當然可以 但是我要先講另外一件事情 齁 如果現在再存一個仕圖 是長這樣 從下面往上看 然後 我那裡有特別寫 就是說 當你新建仕圖 就是存仕圖的時候 會連邊界UCS 視覺形式背景等等 等等的全部都一起存 什麼意思 會連你的範圍 就是邊界 我現在看的 遠或近 齁 就是範圍 然後如果是3D的 會有背景 背景色我們之後可能會提到 就是會有背景色 或者是瞄圖形式 就是這個視覺形式 齁 這都是可以一起存的 例如說我要 我要概念 然後配這個角度 齁 那我這時候再按V 新建 然後 V03 那你注意看齁 視覺形式就是叫目前的 目前的就是概念 對吧 所以它等一下會存上去的 好 那按確定 確定 好 所以 如果我不管 欸 來 這裡好了 我如果切到 1 應該是限價夠 然後那一對眼鏡 我切到 3 應該是這個角度 然後配合概念 對吧 所以它會連 邊界 連角度 連UCS這些 全部都一起存下去 好這樣子就是 總之會把 那個角度 所有會用到的東西 都存起來 好啊 它就是叫 view 那建議的方法 建議各位了 先調好 再存 這樣比較快 好不好 那來 各位先試一下